尽管今天距离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 那么不过体操比赛却是已经先行开始比赛了 在昨晚结束的女团的决赛当中 杭州队从六支队伍当中脱颜而出 获得了冠决 城市运动会体操女团决赛采取665个赛制 每队6名选手每轮上场6人 取其中5个最好的成绩来计算总分 参赛选手们年龄为13到15岁都是青少年选手 所以可能大家看的感觉比较陌生 不过场上个别国家队新秀 如长沙队的曾思琪和杭州队的黄慧丹 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二人所在的队伍也实力不凡 预赛中杭州队和长沙队分裂一二位 不过预赛成绩并不带入决赛中 昨天晚上决赛的争夺也是异常激烈 三龙过后前三名 杭州广州和长沙队之间的分差不超过一分 长沙队的曾思琪由于在世面中脚踝受伤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沙队的成绩 最终杭州队以总成绩266.250分夺得了女团冠军 长沙队和广州队分裂二三位 希望也能像他们大姐姐一样 能成为奥运冠军 自己努力 这次发挥的还算正常吧 就比赛的时候要压住一点 不能太兴奋 今天呢我们那个杭州队呢 应该来说呢是有效分里面的 可以说是零首五 那么基本上那个运动员发挥了他们的水平 应该也是恭喜他们 也是他们平时训练所得的结果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